以后男朋友才告诉自己 拥有辆积极奔驰的时候 姑娘们千万不要再被忽悠 以为这车是德国进口的 稍微有点车辆方面的知识就会知道 一级的奔驰自从出现以来 就不曾在奔厂自己的工厂中出现过 也就是说这款车系的奔驰 都是带工厂带运出来的 虽然血统纯正 但多少还是有所差异 其实奔驰公司三二战时候 就开始搜索了越野车的生产 不再进行相关业务 但是之后伊朗国王下了一笔 关于野车的订单 因为利益关系和政治原因 奔驰公司接下订单 但是因为自身不再生产相关业务 所以找到了斯泰尔 带不了普贺公司来进行带生产 斯泰尔公司该公司成立历史悠久 早在1864年就已经出现 现如今我们一提到带工厂 大家首先会想起的就是富士康公司 富士康公司和太多大品牌进行协议 来作为带生产工厂 其生产的产品种类多且质量好 而斯泰尔公司就是车辆生产方面的富士康 虽然积极奔驰是由斯泰尔公司代产的 但大家不要一听代产就觉得质量不好 要知道斯泰尔公司所代的车辆 除了积极奔驰外 还有迷你 宝马5系 以及捷豹等于众多大品牌汽车 现如今积极奔驰已经被列入 德国军方采购范围了 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是代工厂生产 但是积极奔驰质量一样过硬 一样符合奔驰大品牌形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